同学们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什么叫革命 革命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革命呢 刘邦推翻了暴秦建立了大汉王朝 叫不叫革命呢 那不叫革命 对不对 那只叫改朝换代 那是农民起义 对不对 那不叫革命 为什么 因为秦朝是封建社会 汉朝也是 秦朝有个大帝主叫秦始皇 汉朝也有叫汉高祖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不能叫革命 对吧 那只不过是换个皇帝而已 对吧 那仍然社会性质没有变 一切都没有变 全国坏了个大帝主而已 这怎么叫革命呢 革命指的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 确立新的生产关系 这个才叫革命 比如说 在奴隶社会的时候 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 谁被统治啊 奴隶 奴隶被统治 那么请问 谁肩负着推翻奴隶主 这场革命的历史使命呢 注意不是奴隶 为什么 因为奴隶要是推翻了奴隶主 他就会变成奴隶主 这还会是个奴隶社会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那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奴隶地主 应该是奴隶地主 奴隶地主肩负着推翻奴隶主 这场革命的历史使命 因为他推翻了奴隶主 就会结束奴隶社会 人类将会向前迭代到奴隶社会 到了奴隶社会的时候 奴隶地主居于统治地位 谁是被统治者呢 农民 好 问题来了 请问 谁又肩负着推翻奴隶地主 这场革命的历史使命呢 请注意哦 不是农民 为什么 因为农民要是推翻了地主 农民就会变成地主 同学们 中国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 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必可取而代之 对不对 对吧 这个天下无道 然后就可以取而代之 对吧 农民要是推翻了地主 农民就会变成地主 这还是个奴隶社会 那只能叫农民起以替天行道吧 对不对 改朝换代而已 那不能叫可能 那应该是谁呢 资本家 资本家 资本家要是推翻了奴隶地主 他就会结束奴隶社会 人类将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又向前迭代表 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家居统治地位 谁被统治呢 工人 工人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就是工人 这两者在考研的范围内 完全化得好 很多同学问我 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意思 我告诉你是一个意思 农民不是无产阶级吗 农民不是无产阶级 农民是有产的 农民破产了才会沦为工人 所以工人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就是工人 好 问题来了 那么请问 谁肩负着推翻资本家 这场革命的历史使命呢 就是工人 就是无产阶级 那有所需又不服 老师不对啊 是工人吗 工人推翻了资本家 工人不是会变成资本家吗 按刚刚的逻辑 对吧 无产阶级推翻了资本家 那无产阶级就会变成资本家 不会的 那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无产阶级工人 觉悟最高 同学们 能听明白吗 因为他们觉悟最高 有点老师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 他们就是觉悟最高 无产阶级是古往今来 所有的被压迫阶级当中 觉悟最高的阶级 为什么他们的觉悟最高 他们觉悟最高 体现在哪里呢 以往的被压迫者 他们之所以要反抗的目的 是在于想换我来压迫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以往的被压迫者 他们之所以要反抗 是想换我来压迫 而无产阶级不一样 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反抗 他是为了结束压迫 所以刚刚讲到前面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句话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 才能解放他自己 就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为了全人类而工作的 为了全人类而奋斗的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他觉悟最高 最悟最高体现在哪里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本阶级的私利 没有自己本阶级的私利 他只有解放了全人类 才能解放他自己 所以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 他不会变成资产阶级 他会结束阶级社会 人类进入无阶级状态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 就这么